鮮奶油 海綿蛋糕 大家好,歡迎來到Milk It 今天要教大家做鮮奶油海綿蛋糕 蛋糕主要是用打發的蛋白 來讓這個蛋糕吃起來很輕盈很柔軟 你們也可以拿這個蛋糕來做生日蛋糕 或蛋糕捲都會很好吃喔 今天我是放鮮奶油 那你們也可以放芋頭泥 或你們自己喜歡的餡來做蛋糕 那就讓我們開始吧 先把蛋黃放到碗裡 再放入牛奶 稍微攪拌一下 接著再加入植物油 攪拌均勻 再把低筋麵粉過篩加入 因為低筋麵粉粉質較細 所以容易結塊 使用之前記得一定要過篩喔 過篩完 攪拌到麵粉完全融入 拌勻了 先把麵糊放到一旁 我們先來打蛋白 把蛋白放到碗裡 再裝上球形打蛋器 先用中速攪拌 等到蛋白出現 蛋白泡沫再慢慢加入糖 糖要一點一點加 不要一次全部加 不然蛋白有可能不會打發完全 糖加完了 再轉到中高速攪打 這個戚風蛋糕 主要是用打發的蛋白 融入的空氣 在烘烤的過程中膨脹 那有些人會在蛋白裡 加入一點檸檬汁或醋 讓打出來的蛋白比較穩定 那蛋白打到中性發泡就可以了 確定蛋白打發的程度 可以把攪拌器舉起 如果蛋白看起來比較挺 尖椎稍微往下不會晃動就好囉 接著我們分三次 把蛋白霜拌到麵糊裡 第一次攪拌是讓麵糊變得更輕盈 所以之後加的蛋白霜氣泡 比較不容易被破壞 第一次混合碳白的時候不用太小心 只要拌勻就可以了 均勻後加入第二次的蛋白霜 那再來加入的蛋白都要輕輕的融合進去 不要破壞太多的蛋白霜氣泡 最好用刮刀來攪拌 再加入第三次的蛋白霜 輕輕的由下往上融入 麵糊會看起來很輕盈 不要過度攪拌喔 這次我們用長方形的小烤盤 我有先噴點油再放烘焙紙 所以紙不會亂動 直接把蛋糕糊倒到烤盤上 再用抹刀抹平 我會一邊轉動烤盤一邊抹平蛋糕糊 磨好了就可以進烤箱了 蛋糕用加熱到320度的烤箱烤10分鐘 蛋糕出爐了 我用一張新的烘焙紙先墊著 用刀子畫邊然後脫模 把蛋糕上的烘焙紙拿掉 我們先把蛋糕放在架子上放涼 我們來打鮮奶油吧 把糖粉過篩到鮮奶油裡 再加入1茶匙的香草精 打發鮮奶油 也是想晚餐的時候了 鮮奶油打發完可以先放冷藏 把冷卻的蛋糕放到切板上 再把蛋糕切一半 用抹刀畫一下蛋糕底部避免沾黏 放2 3分之2的鮮奶油在半邊的蛋糕上 再均勻的抹開 想要確保蛋糕很平坦很均勻 也可以把鮮奶油用擠的方式擠上去 抹完後把另一半的蛋糕放上去 稍微用抹刀把旁邊的鮮奶油抹均勻 我把蛋糕換到比較小的切板 這樣比較好冷藏 蛋糕從冷藏拿出來 我有先用尺量過做記號要切的大小 切的時候旁邊放一個乾淨的絲毛巾 每一次切的時候記得把刀子擦乾淨 切出來的蛋糕才會比較乾淨俐落 我今天切成4x3 所以可以做12個長方形的一人份小蛋糕 我們現在來完成我們的鮮奶油蛋糕吧 把蛋糕放在盤子上 我把剛剛剩下1 3分的鮮奶油放到擠花袋裡 我今天是用細齒型擠花嘴 你們可以用你們自己喜歡的方式來裝飾你們自己的蛋糕 這個一人份的鮮奶油蛋糕不會一次吃太多 自己做的吃起來更有幸福感 最後再加上一個草莓點綴就完成了 好那這就是今天教大家做的鮮奶油蛋糕 今天剛剛好也是牛奶的生日 所以剛剛好有蛋糕幫他慶祝 他沒有蛋糕 可是我有留一小塊小草莓給他 那今天我們有個特別來賓 他來幫牛奶慶祝生日 他叫做Bubu 那蛋糕是不是很簡單呢 希望大家都可以在家一起動手做 喜歡這支影片的話不要忘記幫我們點贊 那我們以後會有更多影片 你也不要忘記訂閱我們喔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掰掰